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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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zzler的Ski Ticket 差不多要200元 所以增分奪秒 越早可以上山越划算 Dankovo 開車我到Whisler 你會先經過Creekside Creekside再開車去Whisler Village 找車位大概是10分鐘 如果塞車就不止 所以我停在Creekside 就會節省了好多時間 現在Whisler好多的泊車位都要付錢 由 Lot 1 到 Lot 5 全部都要算 只有在 Blackcomb 半山那些 Lot 6 到 Lot 8 是不用钱 另外一个免费的泊车地方就是在 Creekside 而且 Creekside 的泊车位置是 Underground 就算那天大雪,你画出来也不用铲雪 今年 Whistler 一个最重大的升级 就是在 Creekside 的 Gondola 由本来 6 个人一个车厢 现在增加到 10 个人一个车厢 所以升级的capacity 增加了很多 看看这个图大家就知道 平常一天在 Creekside 等 Gondola 上的时间 只需3分钟 同一时间在 Village 那边差不多 40 分钟 如果在好天的日子 Whistler 就会开 Peak Express 可以到 Whistler 的山顶 最快到山顶的方法就是搭 Creekside Gondola 然后转 Big Red Express 再转 Peak Express 这个方法就是最快上山顶 上山顶的风景非常漂亮 绝对是值回飘加的 最后这个原因 可以是好处 亦都可以是坏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 Creekside 拍了车之后 你要去拿回车 就要滑下去了 这里会有一条 Run 叫 Peak to Creek 是总共全长11 km 是北美洲最长的 而又是 consistent 的一条 Run 怎样是 consistent 因为整条都是 Blue Run 就不像其他雪山那样 通常最长的那条都是绕着山边的 Cat Track 或者是 Green Run 那你要去拿回车 一定要滑这条 Blue Run 你要看你自己的 Level 滑不滑得到 如果你滑不到 只能够搭 Gondola 去下车 这样就有点麻烦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好看的话 给点打赏我 简单点的按个 Like 或者在 Comment 写 Good 最好当然就是 Subscribe 如果没什么的话 我又继续去话说 继续帮大家找料 拜拜